香港電腦通信節2013將於8月23至26日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同場還有軟件及創意產業展覽會 今年近首次加入創意元素 給公眾了解知識產權對本地創意發展的重要性 創意產業最基礎一定是一個IP存在 而IP如果純粹放在櫃桶底是沒有價值 一定有一個貿易的出現 所以我們有參展商會有一個IP的交易平台 能夠將這個平台能夠演示到 令到香港創意產業的人 能夠通過資訊科技 令到他們可以達到一些買家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做法 但香港來說始終都是相對新 所以我們希望通過其中的展覽會 參展商能夠推動這一方面 也都可以令到香港更加多的 軟件也好,創意產業也好 的公司能夠有一個平台 接觸更加多的觀眾 更加多的買家 由於知識產業是一種無形的產品 所以發展知識產業 除了要買賣雙方的互相合作 之至可以成功之外 營商的環境也都很重要 土壤令到創意者可以生存是很重要 否則的說過幾年 大家只留於業餘水平的創意產業 但想要有職業水平 就一定要有一個土壤 一定要有一個生存空間 有錢給它 也都很開心 跟很多現在的買家 會尊重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要加一個 譬如我們很多人做一個玩具 你都加一個公仔下去 加一個角色下去 這些就是那些成熟 大家雙方都成熟 不過成熟都有一個時間 所以很希望通過一些合作 令到創意產業人能夠生存得好 才能夠更加多的創意 以及能夠創作的水平會更加高 軟件及創意產業展覽會費用全面 業內人士可以在網上預先登記 或攜帶公司卡片現場登記就可以入場 開放時間為早上10點至晚上7點 而8月26日就會提早一個小時完結 對 節目中央 對 節目中央 對 節目中央 是在網上有兩萬個 進行之間的 而且可以在網上